最近我搬进了一个朋友家 他是一个自由撰稿人 每天我去上班的时候 他工作刚结束 我们还有很多地方不同 比如 还有饮食习惯 这就是坚果 这什么游戏 有点湿 诶 学后 你是不是每天都工作到晚 嗯 其实有时差也有好处 我已经加了好客户车了 0.1这个墙 特别是卖片子 那我们定个闹钟好了 我们聊我 起床改出稿 你知道少了什么吗 好好吃饭 哦 你好好吃饭哦 我先去说你自己来讲 好 你吃那么久 你现在干嘛 你怎么也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啊 早啊 喂 诶 要不要再吃吃早餐 好 这什么啊 我的外面 算了 换成了这个 既然你想要吃卖片 我比较想有时间过 反正这个 我们就可以趕快一起吃啊 对啊 我们经常一起吃早餐 对啊 我们经常一起吃早餐 算明天上班了 我也要继续感 但好像早餐吃多了 我们的关系也不一样 啊 我有约了 OK 喂 你等到这么晚才吃不会饿吗 哦 我刚刚有吃的老老老老 那你每天都跟我一起吃早餐 我非常睡 我最近要开始调作息 那很好啊 这样对身体也好 而且啊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以后可以三餐都一起吃 那天以后 我们正式开始了和人的生活 吴孝芬 不说我做的你希望吗 就一次嘛 剪刀时候不 谁说了谁行 好 嗯 剪刀 石头 布 剪刀 石头 布 我输了 你要知道我是你的男朋友